观战一把S1的蜡巷师 曲曲潘 曲曲潘遇到刘影 你要吃亏了 这个蜡巷师很硬 杂技 拥兵 武女加玩具商 这个阵容还不错 这个阵容真不错 这个阵容在这张地图打蜡巷师 他的上限还蛮高的 虽然说没有OB位 没有OB位的阵容 在这张地图打上限都很高了 非常高 这你上来抓人 前期只要武女 这个点不被突破 杂技 说实话 你想突破他没那么容易 这局 抓杂技 确实没什么办法 而且是大方抓杂技 一颗球仙跳 板子一拍 把这边的窗疯了 你还得踹板子 这边是一颗白球 捡你的交互素 杂技往外搂一圈过来以后 直接上楼就行 这个击倒会很慢 现在的话缺什么呢 有了有了 有跳板有了 这个跳板有了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跳板有了 这个杂技就抓不了 再回头 这局属于是一个监管坐牢局 没办法 一点办法没有 漂亮 只要求生者打得好 或者说只要求生者第一波 武女不被找到 不被针对到 这个局 击倒差不多是要三台 要三台 这边的话闪现 刚才被飞轮躲掉了 那现在就看玩具上 能不能利用跳板 去上二楼了 跳板上二楼 这个局对于蜡巷师来讲 只能等求者失误 只有求者失误一个机会 跳板上不了二楼呢 还有什么机会呢 还有防守端的机会 防守端看看 能不能打一些 比如说 蜡呀 压个过半呀 压个什么的之类的 给刀带走 我们来刷下机子 现在发密码机 总量已经三台 有个地压室 站着别动 我来帮你 傭兵最好是秒救 不要给蜡巷师 任何操作机会 想卡吗 其实这个三台机 没必要卡了 三台机真没必要卡了 三台机就是赶紧就 卡 把个闪闪 一个护臂跳 卡得非常好 哇 我他跟你还要 还要摸一手 还要摊一手 这个血线 没见过这么摊的 这边定住 想要再打一波 再打一波地压室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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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等 博命结束 再挂一轮地压室 没有二级 来算机子 机子的话 蜡巷师这边主要是什么呢 他来不及去丢蜡快风 要不挂 对对对对 刚想说 不要挂地压室了 挂地压室这个机子 压不住 挂这张椅子 对 来把我的号角拿过来 吹响反击的号角了 这台机子压住了 这台机子的选择 导致 谁选的 区区拍选 导致 求生者这边 现在陷入一个什么问题 他们的机子修不完 而这套这种没有打架能力 卡卡卡卡卡卡 那就定住 然后追这边的蓄力刀 等你飞了漂亮 打得好 当然根本原因是因为穷者最后台机子的选择没有选择好 当然这个东西呢 你也不会舍近球员 可能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 但是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案例 将来比如说再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相信可能就会去选另外一台机子了 选这台机子被干扰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就拉向师直接就翻盘了 多抓的话呢 得求生者失误 现在来看求生者其实还是比较强的 他们这个残局 拉向师想要突破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比较困难 现在就是看求生者怎么把这个三盘活成一个舒服的平局了 你说要多跑吗 拉向师不失误是不可能多跑的 有挽留的 我有闪现的 我多跑 这里杂技消耗一手 杂技的球其实耗不尽 我觉得耗佣兵会不会更好一点 杂技的球去耗他嘛 也行 就耗了一轮杂技的上怪 但杂技到开门战 你要把他球全部耗尽是不太可能的 当时这边管这台机子 主要这台机子会修的更多一点 那中场的机子看一下拉向师这边能不能封得住 讲道理这台机子也封不住了 封不住的话呢 这个开门战就是一个求生者拥有 全员拥有那个保密道具的一个开门战 这杂技有点处理不掉啊 那边机子封住了 等会儿 这杂技开门战处理 又被封了 又被封了 打一刀佣兵 你敢交闪 打得好 真好 这就是国服S1的那像师 目标转移 那现在看武女了 佣兵这边的话捡起一个护币 这个佣兵现阶段处于无敌状态啊 拉向师确实不太好追 当时佣兵往那个大方一走的话 你真别说 绕两圈 还是有点 有点 其他的结果的可能性 但追武女的确实没什么问题 打得好 流影刚刚还在我们直播间呢 怎么转头就过去厮杀了 还杀的是去去拍 打得好 打得好 这把确实打得好 这把的话属于是一个教科书级的翻盘了 对吧 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从前中期看到他打得有多难受 然后通过一波 压机子 不对 无数波压机子 这把确实打得好 这把确实打得好